为啥没有鸟敢在故宫上拉屎,还真不是迷信,而是有科学依据的。 现在深度工业化的后遗症非常严重,所以人们就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各地的绿化率都在逐年上涨,有了绿化,多年不见的鸟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早晨起床也能听到鸟叽叽喳喳的声音,说不定你走在路上也会被鸟的一滩石给砸中,这种事情是很晦气的,有些地方会认为这是霉运找上了门, 一定要用当地的传统方法破解,但理论上讲,鸟想在哪里拉屎,真的没有人可以预判和阻止。 那么有的人会问了,故宫这么雄伟壮观,他的房顶那么亮灿灿的,为何就从来没有看到过鸟粪,带大家感受不一样的历史? 欢迎订阅纵观史书,管理学上有一个经典案例,如何减少杰弗逊纪念堂墙壁上的裂痕? 裂痕很多是因为刷洗太频繁,刷洗墙壁是因为鸟粪太多,鸟粪多是因为鸟喜欢吃昆虫。 最后得出结论,只需要关窗户减少光照,避免吸引昆虫就可以保养墙壁。 虽然这只是一个管理思维方面的隐身,但从这里就能看出,世界各国对于重要建筑的墙壁都是需要经常维护和保养的。 故宫自然也是同理,故宫始建于永乐四年,修建时就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仅如此,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故宫很多布置和家具都不是像蜻蜓具那样全部丢给内务服,反而很多都是皇帝亲自参与设计或建工的,毕竟紫禁城其实就是皇帝自己的住所。 所以,就像现在亲自监督人们装修施工一样,皇帝在这方面身体力行也是可以理解,没有人敢在皇帝头上拉屎,但鸟可不一样,即便皇帝在自己的后花园如何精巧布置,也总是会有鸟粪拉到皇帝头上。 著名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就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皇上常经过的地方当然十分洁净,但稍微被一点的地方经常就会堆满大量芦灰和果皮。 由专家介绍,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这辆闪闪的瓦片上,而这些瓦片为何能阻止鸟乱拉粪便呢? 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故宫屋顶的材料是琉璃瓦。 首先紫禁城作为皇家的宫殿,不仅在规模、安全等方面都很讲究,就是其他的一些细节设计也是别具匠心的, 它的宫殿屋顶坡度相当高,采用的全都是光滑的琉璃瓦。 鸟不傻,它的智商不只是会吃些虫子而已,它们会发觉自己立在这种光滑的瓦片上, 第一没有可以紧抓住的着力点,第二滑溜溜的立得不稳当, 既然其他地方有树,那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受罪呢? 于是鸟就飞到旁边的树木上去了,著名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就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皇上常经过的地方当然十分洁净,但稍微被一点的地方经常就会堆满大量芦灰和果皮, 故宫房顶很少见鸟粪,有一种说法是故宫屋顶上的坡度很大, 瓦片也是琉璃瓦,所以不方便鸟类站立。 但鸟类的职场很短,很多时候入侧都是在天上边飞边解决的, 不需要和人类一样特意找厕所,所以故宫屋顶不方便鸟类站立这一点是说不通的, 还有就是苏州的陆木镇是专门做御砖的地方,用的材料是一种黑的发亮的泥土, 然后再采用特别的烧制工艺让砖越用越亮。 其中也不包含可能会驱赶鸟类的设置,琉璃瓦的特殊处理, 不过紫禁城风雨600年,要说这期间宫殿屋顶没有掉落过鸟的尸份是不可能的,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清理的问题了。 这就是第二点,紫禁城的琉璃瓦砖都是用特殊的浆水浸洗过的, 不但可以防止潮湿和腐坏,而且还不容易长出杂草。 当时的设计师是非常有想法的,宫殿屋顶不仅全都是倾斜度高的光滑瓦砖, 而且全部是无缝连接,鸟粪如果掉到屋顶上会因为瓦砖过于光滑, 顺坡而下落到地面上。 如此一来,太监宫女们就能够很轻松地清理了, 带大家感受不一样的历史,欢迎订阅纵观史书,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琉璃瓦的颜色,经过现代科学的研究, 鸟类比较害怕红色跟黄色,估计就跟牛讨厌红色差不多是一个原理, 而故宫的琉璃瓦因为是皇家建筑, 所以选用的是彰显皇家身份的皇色。 根据当时的规定,这种颜色普通百姓是万万不可以使用的, 属于皇家专用,因为我们人类不会飞行, 所以我们无法观看整片皇城房顶赤皇色的场景。 但是鸟可以,这种颜色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鸟类的栖息, 既然鸟少了,那么鸟粪自然就非常少, 我们综合以上三点可以发现, 这种琉璃瓦容易打滑,颜色也非常刺眼, 所以故宫房顶经过了六百余年都没有鸟粪, 故宫的保洁次数比较频繁, 故宫建筑面积差不多是十五万平方米, 这就需要委派大量的宫女太监进行清理, 人们印象中的粘杆处就是清朝的特务机关, 但实际上粘杆本身就是用竹竿去补馋的意思, 粘杆处成立之初也是为了让宫里的贵人们 有个更安静的午睡环境所成立的。 但即便这样也不行, 古代的缺少现代的灯膏和保洁器具, 所以劳动量大的吓人, 但实际清理结果也无法达到很好的预期, 并且由于皇宫本身的清洁量巨大, 日常维护,拔草,洒水, 处理垃圾样样都不可少, 这些也都不是清货。 所以宫女太监时不时都会想办法摸鱼, 甚至是直接罢工, 罢工的下场自然也很严重, 不过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古时候故宫清理工作的强度之大, 古时候有专门的宫女太监负责, 到了现在为了维护文物, 也会特意安排专人定时清理, 所以屋顶上才不常看到鸟粪, 另一方面为了驱赶屋顶上的鸟类和小动物, 古代的工匠们展现出了他们的聪明材质和精湛技艺, 他们观察了鸟类的习性, 了解到鸟类喜欢在建筑物的高处筑巢, 气息, 因此, 工匠们决定在故宫的房顶上设置一些特殊的装饰物, 这些雕塑有的形似凤凰, 有的如龙腾飞, 还有的则是花朵和树叶的抽象造型, 这些雕塑被巧妙地安装在房顶的眼角和脊背上, 不仅增加了故宫的艺术美感, 而且具有驱赶鸟类的功能, 此外, 故宫还会在周围种植一些具有特殊香味的植物, 这些植物不仅味道独特, 香味对鸟类也具有一定的驱赶作用, 某种程度上也会解决一点鸟粪准体, 为了减少鸟类的数量, 故宫内部的院墙附近也很少能见到大树, 只有前面提到的那些相对低矮的植物, 这样一来没有大树, 即便以前的故宫内部会有很多生活垃圾产生, 鸟类也无法在故宫附近筑巢常住, 某种程度上也能减少鸟粪问题,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 不种大树避免刺客在树上藏身, 以保障王室公族的人身安全, 但不管怎么说, 这种做法都可以说是用处颇多, 在从事古建筑保护的专家来看, 故宫存在的本身就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范例之一, 所以在设计之初, 必然也是有很多考量的防范鸟类损伤屋顶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王宫贵族们也同样很喜欢园林中出现喜鹊这样的吉祥象征, 所以网络上关于黄旗震慑鸟类和琉璃瓦, 让鸟类无法立足这两种迷信和伪科学的说法都是站不住的, 并且到了现在, 人们还是一直在提倡故宫灵废弃, 比如故宫的工作人员自己用厨余垃圾来堆肥, 用布袋和饭盒来买菜, 尽最大可能的做到无垃圾残留, 另外, 对于到故宫旅游的游客也尽量提倡环保和垃圾灵废弃, 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和古代工匠们竭力打造皇宫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为的就是尽可能的延长故宫的寿命, 让它能一直屹立在这里, 人们往往喜欢把故宫这种传统建筑想象的很高大上, 其实在故宫设计中的确包含了先人的智慧, 但是鸟站不住这种说法, 就像迷信的民间传说一样, 没有科学依据, 只有提高保养维护的次数, 尽可能不在故宫制造不可降解的垃圾, 注意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 才能让故宫屋顶真正达到人们印象中的金碧辉煌,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现在又增加了一点, 那就是鸟的生存环境, 就是如今虽然各地的绿化在不断地改善, 但是位于北京的紫禁城, 因为环境和气候等一些原因, 很难看到鸟的身影, 加上紫禁城每天都是那么多的游客, 这正是这声响, 还有闪烁的霓虹跟刺耳的车喇叭声, 鸟在这种环境里没有不担惊受怕的力, 没有了鸟故宫的房顶, 自然也就不会再有鸟分了。